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为你介绍腐竹银行健康素汤 这个汤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非常适合夏天 因为它可以去湿、泥水、补干肾、滋肺止咳、护眼睛 材料方面有腐竹一包 红萝卜半条 苏米一条、印度椰子一个、生意米40克 另外一块果皮、红棗和银行 生意米可以去水、泥尿 用清水浸一至两小时都可以 这些就是银行 它有很多好处 它又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又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亦是令到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些 而且它亦补干肾 可以止液尿 果皮可以理气和化痰止咳 用水浸一下 我们处理白果有几个步骤 首先要拍开它 用毛巾盖住它 它不会弹到周围 而且也不会拍得太大力 拍到它扁了 用毛巾盖住它 拍到它 它的壳壳就会裂开 然后撕了壳壳之后 把它浸在水上 一会儿 你稍后就会很方便 可以撕掉啡色的皮 其实处理银行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的皮 和中间的芯 和它的肉 其实都有毒素 所以我们平时处理 我们只是吃肉 所以它的芯和皮 都尽量不吃 就减低它的毒素 如果我们只是吃肉 那一天就不要多过50粒 小朋友一天就不要多过10粒 然后我们就去芯 撕完皮之后 我们就去芯 轻轻用刀割开它 然后就可以撕了中间的芯 也发觉有些有芯 有些是没有的 不知道它是否未生出 然后呢 这个步骤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白锅炒一下它 白锅炒了它之后 它的功效就可以补干肾 如果你不炒 它就会偏寒凉 而且益处也不太好 也听到新闻 有人曾经吃白果 因为它整粒吃 它就连皮 连芯一起吃 它吃了几十粒之后 就很容易会中毒 腐竹我们就撕开它 然后用水浸软它 浸软它之后 都可以方便清洗 浸它大概15分钟 它就会软身 果皮浸软了之后 我们就去浪去 然后就可以冻水下 因为冻水下 就会没有那么燥热 那么粟米呢 就可以去浸 腻水 那么今次的粟米酥 我就不会放进去煮 因为我等一下 就要吃那些 二米啊 那些 又不想那些酥拌齿 那些酥可以留下一次 那么这个印度椰子 我们就清洗一下它 拿块布 就可以拆干净它的表面 那么印度椰子 它也是很滋肺子咳的 那么红萝卜 又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又可以护肝 补眼 亦是有抗氧化 它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而且呢 又可以令这些汤很甜 很清甜 那么我们洗好材料之后呢 就把材料切小 那么红萝卜切件 那么粟米呢 我们就会斩开中间的位置 那么 等它那个功效发挥得好些 那么这个印度椰子呢 就要斩开去 那你那时候小心一点 那么接着呢 就把它切片 其实你切开里面 你就可以闻到它很香的椰子味 那么红萝卜呢 我们就不爱中间的核 红萝卜呢 那红萝卜呢 就是可以补中益气 亦是可以补血的 但是你不爱中间的核 就会没那么燥热了 那我们切好材料之后呢 就可以在这处备用了 那接着生意米呢 浸了有一个多钟的了 那我们清洗回去吧 那这腹竹也是浸软了 那我们可以捞上来 然后再清洗一下它 那水滚呢 我们就可以下材料了 那我这里呢 就用了2.8L水 如果你们的煲大一点的话 那你们可以用到3L水 那你煲 那还有呢 那腹竹呢 我就是下了一半左右 那留一半呢 就会迟些才下的 其实它的效果呢 就希望 将一部分的腹竹呢 就是煲烂了它 那就留一些 就最后15分钟才下 那我去拌均匀之后呢 就盖上盖子 煲滚它 那由于呢 我的煲不是很够大 那所以呢 我就怕它会滚舌 那所以它一煲滚呢 我就会令小火 那如果你们的煲是比较大一点的呢 那你们可以煲多15分钟 那才去令小火 那应该有效果会好一点的 那效果就是呢 那些腹竹呢 是会 烤了 就是45分钟之后 煲了45分钟之后呢 它是应该要烤了 那这样才够漂亮的 因为那汤到时就会很奶白色 那那4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将剩下的腹竹都放进去 那再煲滚去 那再煲滚去 那就可以盖上盖子 再煲多15分钟 那这个汤就完成了 那喝之前呢 就可以加少少盐调味 那其实这个汤呢 就是非常好吃的 那你们不妨可以试试 而且呢 酥汤呢 那里面的材料都可以吃了 那里面的材料都可以吃了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 就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channel 那在我的影片下面呢 也有红色订阅那个位置的 那按下旁边的钟键 选择全部 那就订阅成功了 那是费用全面的 如果终于有条片 还可以like它 那还有呢 那我就会在我的影片下面呢 有个描述的那些位置呢 就放了很多我那些播放清单的link 那你也可以在那些位置 那就可以入到我那些播放清单的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